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能够把他攥在手里的话 那就入口天意 只是我好像有利用了宁星 找到赵志飞只是时间的问题 你并没有利用宁星 宁星和赵丹桥在一起 也是为了了解他相关的个人信息 小燃 商场如斩转 皆不可妇人之人 再说了 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我们是为了铲除刘兰芝这个商界都流 接下来查一查蓝桥国际还有什么东西 好 明白了 那我走了 凤总 好 明白了 那我走了 凤总 我这心理医生的医术最终还是被众人给鄙视了 我这心理医生的医术啊 对付你戳戳有利 欢迎赵大公子进4S店维修 什么事啊 气色和心情都不错啊 春光满面 今天一定不是来诉苦的 是来炫富的吧 看样子和你父亲见面收回不少啊 是的 他为他二十六年对我的护士做了忏悔 还有消除了我的身世疑虑 我是他的亲生儿子 恭喜你 这块压在你胸口的巨尸 终于落地了 谢谢你 这么多年来一直帮我寻找父亲的下落 别这么客气 这是当兄弟应该做的 你知道吗 宁昕去找了我的父亲 是他感动了我父亲 让他突然悔悟 那天宁昕来找我 他很担心你那时候的状况 希望能为你做点什么 所以我没来得及商量 就把你父亲的地址告诉他了 原来幕后操纵的是你 我只是提供了客观条件 对 他居然打动了我的父亲 所以你一时感动 就一生相识了是吗 其实你并不爱他 小李啊 你去忙你的 这儿交给我吧 你爱的人和你没有缘分 找个爱你的人也未尝不可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宁夏对你的冷带刺激到了你 而在这个时候 宁昕又做出了 刚好让你可以逃避的借口 刘江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可是婚姻不是儿戏 更不是礼物 如果你不是真的想娶宁昕 你只是为了一时的感动 或者说是为了逃避什么 做出这样的决定 你只会伤害到你自己和伤害到宁昕 和我结婚不是宁昕一直所期盼的吗 是 没错 宁兴是想嫁给你 可是你问过你自己吗 你是真的想娶宁吗 我知道 在你内心深处 宁兴和红小豆 就是宁夏 你是有着不同的期待的 其实你心里非常明白 只是你不肯去面对 上一次 我们两个去先行的时候 你和宁兴不会已经发生关系了吧 那晚我喝多了 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怪不得你进来一直怪怪的 这事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那你也没有问我 再说了我真的不能确定啊 既然不能确定 那要不要通过催眠术 还原一下当晚的情形 你休想 心理医生是不是都有 窥视别人隐私的癖好 这不叫窥视隐私好吗 这叫对症下药 你是不是更担心我问出你银行卡的密码啊 就比如 你每次不喝完咖啡 我也能测出你心里的状态 这就是你的专业态度 难怪你的诊所门庭冷落 好 行行行 言归正传 南乔 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 就要为之付出真诚 这是对你 对宁兴的负责 不管前面的道路有多么的艰难 你都要自己走下去 我只能在那观众席力 为你喝彩和加油 好 与他 就这么要走了 我的问诊费可是按秒计算的 你看看我俩坐的位置 谁是医生 谁是病人 好吧 那赵医辰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让我请你吃饭了 没空 我忙着呢 不过你也别老是做别人的心灵导师 也得找一个女人实践一下 那你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才能成为一名令人信服的心理医生 还真把自己当医生了 反过来教育我了是吧 不不不 你赶快找一个心爱的人 免得老是缠着我 吃饭喝酒打球 是不是 谁缠着谁啊 赵大公子 你这种行为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叫做过河拆桥 恩将仇报 再见 再见 怜etus 张先生 请吧 赵先生 小植坟静尧 论辈分我应该叫您赵叔 非亲非故我淡不起啊 坐吧 家父 坟儿父 所以你母亲把信的内容告诉了你 是的 我母亲和您一样也是受害者 二十多年了 为什么要把这些尘封的事情 再倒震出来呢 因为我要把我母亲失去的夺魂 上一代的恩怨 我不希望你们这些晚辈再绞心来 收手吧 赵叔 你让我怎么放手 我母亲因为我父亲的长期冷落和忽视 二十多年病魔缠身 躺在疯人院里 而她挚爱的丈夫 每天晚上却喊着刘兰芝的名字 而那个始作俑者刘兰芝 却可以踩在别人的鲜血和痛苦上 逍遥自在 原本风平浪静啊 你非要把它搞成狂风暴雨吗 你想过没有 狂风暴雨过后 那会一片狼藉 会伤及无辜的 每个人都要为她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有些痛在前 有些痛在后 不是不抱时常为痛 赵叔 您不也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吗 你想怎么样 很简单 在适当的时候 和我们站在一起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不过在适当的时候 我会公开那封信 不行 是因为保护丹桥 冤有头债有准 是君子做事就要坦荡荡 我赵母绝不敢告通 赵叔 可您也是受害者 事情都过去了 这二十多年来 我对恩怨已经不感兴趣了 我做事情是也会有原则的 你不要再劝我了 请吧 那好吧 那好吧 不过赵叔 我希望您再考虑考虑 有时间我再来拜托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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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桌上还有件事没出离了 好 怎么样 进展如何 对了 冯总 我从其他的图破口 找到了蓝桥国际的漏洞 说说看 蓝桥国际在西北地区 合作开发的项目 由于土地性质 和实际开发用途不相符被搁浅 前期的一亿资金都打了水漂 这个只是他们进行上决策的事物 对刘兰芝不能造成致命威胁 不过可以作为家嘛 现在最关键的 是要找到蓝桥国际财务上的漏洞 这才是致命的 我觉得突破口 就在那个携款潜逃的财务总监身上 所以你务必拿到蓝桥国际的财务报表 这样才是刘兰芝用人不善 欺瞒不报最犹率的证据 明白 对了 赵先生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他很固执 他不愿意公开那份信 为了保护赵丹桥 是的 他很为难 现在网络媒体这么发达 这要是到关键时刻 也由不得他愿不愿意了 是 孙燃啊 我知道你非常地不希望把宁星选入这场斗争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你对宁星的爱还不够深刻 他都马上要成为别人的新娘了 而你也站在悬崖边上 如果再沾阳下去的话 那你我的目标都要泡汤了 是啊 爱情这个东西呢 是个奇怪的东西 它可以让一个人变成傻瓜 也可以让一个绝望的人 充满斗志 我希望你能够充满斗志 去为你的爱去奋斗 我先走了 冯总 慢走 你小姐 你小姐 这么晚了又再加班啊 我差不多做完了 你小姐 人家女孩子下了班以后 都去和男朋友拍拖 看电影吃饭 你却夜夜在这里加班 你小姐 女孩子的青春很短暂的 赶快找个老公把自己嫁死些 我倒是也讲家 这不是没人要吗 你们城里人啊 就是要求太高了 什么车啊房啊 最好不要婆婆 最好南方是孤儿 我们乡下人就简单多了 阿姨 你幸福吗 能把日子过下去就是幸福 我们现在出来打拼 就是为了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啊 那压力挺大的 一个读初中 一个读小学 现在是九年义务教育制 不要钱 但是以后还要读高中 读大学啊 我呢就是趁现在生气好 出来多赚点钱 阿姨 你可得让你孩子好好读书 现在这个社会啊 大学文凭就找工作敲门砖 别跟我似的 没有个文凭 去哪儿都不好生存 宁小姐 你别灰心 努力 加油 好人会有好报的 谢谢 歇儿 辛苦了 多吃点 谢谢 我去吧 谁啊 怎么不切 没事 喂 怎么了 咱们见一面吧 有事的话电话也说就行了好吗 我在学校的老咖啡馆等你 喜儿 我会一直等你 隋然 我们起了 回ady 但瞧 工作再忙也要齐个吃饭了 这就准备晚餐 明天下午请抽出时间 去挑选婚纱和礼服 不用 你晚饭怎么办 我呀 我不用管了 我有泡面 有松茸咖啡就够了 有些念轻轻放下 未必不是解脱 有些人慢慢遗忘 未必不是一种轻松 有些痛渐渐淡忘 未必不是一种睿智 一无所有的时候 守住自己的心便可安然 主持人 你好 我现在很忙碌 有些人可能要 可怕你等候我输给我行吗 是我喜欢的男人 是喜欢我的男人 我还不懂吗 我应该和谁在一起呢 这个问题 你自己有心去感受呢 要不然你也可以试着 和两个男人接吻 哪一个等心跳加速 就在那里 你就什么建议 这儿 我不聊了 太低俗了 让我们接听下一位 群众的来历 你们年轻人呢 就整天的滑手机 就沾染上了毒瘾 爸 老地方 老座位 等你 非常好 对 我应该尽力 自然的滑手机 这么大 你这么多 什么 我应该尽力 没关系 我们 我 尽力 它 我 不 老板 又有一碗面 跟他一样了 老板 来一碗排骨面 我记得你 你是小夏的朋友 我就来过一次 你居然记得我 小夏从来不带男朋友到这儿来 你长得这么英俊潇洒 我既然一眼就记住你了 不过 自从小夏搬走之后 就再也没有来过这儿 不知道他现在工作忙不忙 我还挺想念他的 如果你碰到小夏的话 麻烦你帮我转告他一声 向他问个好 好 我会的 要怎么回事 你站在一起 我放开 大骗子 你放开 我放开 有什么重要事吗 非得把我叫来 有什么重要事吗 行 明天过得危险 说明 没有忘记 曾经又过得没后退 你也记得是曾经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你还这么纠缠不休的 你觉得有意思吗 行 那咱给这次记录 虽然 你把我宁心当事 今儿 你在我人生中是最最重要的人 对我而言 永远不变的就是你 行 行 我已经要结婚了 行 她该清醒的人是你 我跟你说过了 赵家是一个不干净的家庭 他们很快就要倒霉了 我让你离开赵家 不光是因为我对你的爱 更重要的是 我不能看见你跳入火坑了 就算跳入火坑 那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已经没有资格关心我了 行 行 你不是一直很有正义感 对一个欺骗股民 发不义之财的黑心企业 你打算就这样做事不管吗 证据呢 你把证据拿回来 证据就在你那儿啊 只要你拿出 南侨国际的流水财物 一切就水落石出了 让我拿出 南侨国际的财物流水财物 虽然 你知不知道我马上加入赵家了 你是不是想害赵家想疯了 虽然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你相信我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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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 都很记住赵家想疯了 但是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我已经不会再幸福了 所以你也没有必要 再跟我耍这些手段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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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虽然 你听我说 虽然 你听我说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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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附近正好顺道过来 老板 我饿了 老规矩 趁人事 老板 我可怀念你们面的味道 有空常来啊 你那个朋友来吗 谁啊 就是上次跟你一起过来吃面的那个 他刚刚好像在那个留言板上写了些什么 我也没注意 你慢吃啊 小夏 我恨你 但我更想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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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Sac 啊 啊 啊 我真是没有衣服穿 你看 穿来穿去就是这一件 你觉得怎么样 不是挺好的吗 好是蛮好的 就是穿过了 你说那次穿过的 他看见多不好啊 那怕什么呀 你又不是明星 谁看你穿着呀 这死吧 哎呦 爸 你看你真不会舒服 这我妈多美啊 根本就是个顶级大美人 那大人 我这十几年的文艺战士 可不是下说的 这是长期积累修炼的气质 我要是有情有势啊 我的气场绝对三丈高 三丈高 你咋不升天哪 你这死老头 这会损我是不是 你看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走吧 走吧 走走 走 快点了 那样子 走 我记得你 跑 怎么没有 走 走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 谢谢 再给你 是吗 后来休息了 丹桥 给你后来的猪人赵母娘清茶呀 不压了 不压了 我来吧 这 挺好看的 真是不好意思啊 上一次我公司突然有急事 怠慢你们了 也没能陪你们好好吃个饭 抱歉 哪里哪里 都是自己人不必见外 再说我们知道 你有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家大业大 操心的事自然很多 是啊 年纪大了 也该到退休 颐养天年的时候 所以 我特别希望丹桥 可以早点成婚 也好替我回来分担一下 董事长 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力辅佐丹桥 把兰桥国际这个众人担起来 小夏 你给我买了啊 小夏 浩子 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我要去寻找我心中的远方和诗 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在我最无助 最孤独的时候 你就像一缕阳光 给我温暖和快乐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 让自己成长 我们都有理想 也许有一天 我们再见时 都可以自豪地说 我们无悔于时光和岁月 无论今后 有多么艰难困苦 我会一辈子记住 我们珍贵的友情 我会把它一直怀揣着 从黑夜 到黎明 直至到老 顺祝 中秋快乐 我心脏不太好 血压又高 所以我不能喝酒 我只能喝这个 你们随意啊 尽兴 这个酒呢 是董事长曾在这里 专门招待贵宾的 来自于澳大利亚的顶级奔赋 奔赋 什么叫奔赋啊 是一种澳大利亚的顶级红酒 不是不是 一千块钱啊 美金 美金啊 一千多美金啊 太贵了 太贵了 不要喝了 价格不是问题 关键是要合您的口味 不是 那一千块钱 快吃了 小伙子 不是 我不客气 没客气 没客气 再来 哎 华小哥 怎么了 小夏有没有回你那儿啊 不知道啊 现在我们一家 跟大姐未婚过一家 在饭店过节呢 把订阅发给我 我马上过来 好嘞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三号 哥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没事 你就二姐的电话打不通 没事没事没事 带牙吃 带牙吃 丹桥 嗯 你替妈妈敬客人一杯酒啊 叔叔阿姨 晚辈敬你们二老 中秋节快乐 谢谢 董事长 我也敬您一杯 感谢您对我的提席和帮助 今天是个特别的节日 在这里祝您节日快乐 身体健康 以后要是进了赵家门 我一定会努力做个好儿媳的 我一定会努力做个好儿媳的 好 谢谢 这个呢是大汤野生黄鱼 大家也都知道 像这么大的野生黄鱼 不但稀有 而且真贵 大家慢慢品尝 好吧 那我们开始吧 来 请尝 你太客气了 请我们到这么高级的地方 吃这么有档次的菜 我们受之有愧呀 你太客气了 来吧 浩哥哥 我怎么这么快来了 你还在哪儿 你把那样藏哪儿了 说 你什么意思啊 我警告过你 你那样远离一点 你就是不听 你三番五次的勾搭她 你现在要跟这个女人结婚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谁啊 跑到这儿来撒野啊 她是谁啊 叫完 把这人跟我屋出去 别别别 浩子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别哭了 没看见我们两家 在一块吃饭吗 这江波 她是我们认识的 一会儿劝她走 浩子 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 你不要胡闹 你给我闭嘴 这些都是你造成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冒用小夏红小刀的身份 接近赵丹桥 对吗 我说的有错吗 你情情能要挟小夏 让她消失 让她退出 你自己的爱情遭到伤害 你为什么把这种伤害 转嫁给别人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好 你今天都在 你今天都在 林老 我今天就替小夏好好说道 说道 小夏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孩 在学校 她各门场地都是数一数二的 她本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情绪 但是老天使对她不公平 就在她中考前的两个人 她的父母双双不去了 所以她没有发挥考虑 只考取了成本 但是小夏 对伯父一家的收养 一直怀着感恩的心 对吗 所以她早早地参加工作 早早地挣钱 就想苦贴家用 减轻伯父家的负担 她孤苦伶伶能够了这么多年 多可怜的孩子 四年前 小夏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树洞先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位树洞先生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 能让小夏痴迷 能让小夏勇敢地打开自己的心扉 但是这位树洞先生 却要求跟小夏谈一场假恋爱 假恋爱 小夏他答应了 他跟老板谈假恋爱 结果呢 小夏不知道为什么他假戏真做 他爱上他自己的老板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姐姐宁心 就已倾情来要挟他 让小夏退出 让小夏放弃 小夏还是怀着 对伯父一家的感恩之心 他做了 他放下了 放下自己的感情 对不对